烤肉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产业 早年多半在菜市场里家庭式经营 在店门前边烤边卖 单店的经济规模都不大 却得样样从头准备 非常的麻烦好工 有一个菜市场里的小学徒 发现做肉干竟然这么麻烦 代工生产或许是门生意 从此摊子收一收做起了中央工厂 如今成为台湾的代工大王 每天出货三五公顿 为全台湾将近五百间的肉干店 蒲公或稳定量产的专业 让大陆同业温向而来 日本客精神连连挺不暇称赞 这是台湾最肉感零嘴伴手里 吃起来蛮爽 很顺的 还不错 如果喝啤酒是最好的 泡茶也可以 很大 有别于早年肉质大大一张 得嘶哑猎嘴 啃着吃的豪迈个头 现在的肉干窄身轻盈 更好入口 全台商机一年突破20亿台币 过去传统市场 要配合拜拜祖先拜新年 感觉更大地更大班 但现在变成是一种零食 对肉干市场辽若执掌 姚奇洋是台湾赫赫有名代工天王 从传统市场到网路品牌 大大小小客户超过500家 或是代工的年收支超过2亿台币 100分 他看起来不会干干涩涩的 没有烤焦的样子 你看这样金黄色 看起来就是很光亮 油油亮亮的一看就是想吃的感觉 每天出货35公顿 供应权才三成的肉干 每一块都精准严控烧烤的时间 确保Juicy多汁香气彻底释放 却又不会豪迈过头 让焦香抢去光头 我们烤的烤的烤的烤 但是我们烤的烤的烤 肉片烤的烤烤 在这里对身体是比较健康的 有的人不满 确实没有去重视 但是我们自己的品牌 台湾很重视这点 你几乎找不到烤焦的 对第一线的生产完全不陌生 出身贫寒的他 当年国中一毕业 就在菜市场里当学徒炒肉松 为自己的学费跟生活打拼 家里也没有那个环境让我们讨论 所以要去吃头肉做工业 卧生的工业 就去卧生的肉丝 大澡 香炒 萝萨 炒肉丝也没有这样的设备 总终是要手工 要去大股的煎食 这样烤 这样炒 从肉松到肉干 姚齐阳不只专心做产品 更密切观察市场变化 当年其他餐位的阿伯阿姆 烤肉干烤得很吃力 不少跟面临二代不愿意 回到菜市场接班的总经 姚齐阳从中看到代工商基因 很多这些肉串店 它都自己做 你做肉串是一个很辛苦 每个地地 我才想说 我来设一个肉串的重量工厂 我做好管理 大量生产 我再把产品批发给他们 这样就会创造一个新的市场 新的通路 所以说我做工 肉品加工有各种美工 像是这猪肉丝纤维就得这么长 才有大满足的摇杆绝境 为了维持肉丝的长度 姚齐阳坚持土发炼钢 这个肉丝 手工压 才能顺着这个纤维 保留它完整的一个方向 你如果机械切的话 它可能会角度斜一下 它就会成一个断面 就没办法保留 它这个肉丝的顺向 吃起来摇杆不会一样 我们都知道人工很久 我也坚持人工用铁的 就是要保留 这个吃肉丝的那种口感 这些年爆红成为市场主流的 薄透肉脂木后更是搞缸 煸过的猪肉薄片 得像拼图一样 无缝接轨拼唇大张 工事看似简单 但至少得反复坐上两个月 经过严格的考验 才允许独立作业 有人反映说没有那个必要 我已经做好了 你还对我的要求 有一点像是吹毛球 是心里面就不滑意 姚奇洋对品质非常讲究 肉片不许重叠 含水量财富会太多 变成变质的风险 接风处也不能够留下空气 要确保每一片采集出来 都是方方正正 不会缺脚步群 切菜做是更简单 不用那么多的品管 不用讲求技术 我们效率当然会提升变快 但是我们要不断地追求卓越 我们想要不断地进步 建立起更高的经营门槛 对品管不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姚奇洋砸了大钱建置实验室 进场的原料 出场的产品都要抽烟 种种动作曾经被撕下议论 也不过是做一片肉干 有必要这样吗 这是一个烧钱的单位 也是一个企业保命的单位 肉干这个行业过去就是家庭 是在经营的一个产业 所以很少人懂得做这些 要烧这么多钱 更少人想去做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个百年的企业 我们要继续成长 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 姚奇洋对自己的要求 让他引得客户的信赖 像这样的专业考台 全场有一百多台 对岸的同业也温乡而来 大陆它是序幕 它是养猪的 它希望养猪之后 还能屠宰还能做加工 它想要发展一条龙的一个做法 这样的一个大陆的厂商 它会来找我 从菜市场里的小摊贩 变身全台最大肉干代工厂 如今姚奇洋进阶挑战自由品牌 又让事业的版图 跟它的肉干一样 越来越不简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